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大头的 后悔 后悔死了 就弄得这个是踹不出去 他不能踹出去啊 搂回来 搂不进来 就这事儿太难办 那成为反共基地呢 在这一次人大会上呢 一位姓乔的 什么主管乔 主管那个什么法律的一个什么什么事务的人 说了一番话 说得很直接 2017年香港选特首 绝对不能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他不说选特首是香港人民自己的权利 在履行着基本法 这就是我说的 当你听到香港人不干的时候 说我们香港人选特首 是当时基本法回归的一个基本条件 扭过脸来 你说必须得听中央的 那我们选的特首算什么东西 人香港人自然就不干了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爱国 还是以爱国之名 强奸老百姓的 真正的民意的 强奸老百姓精神的强权者呢 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内在的东西 那今天的几乎所有大媒体都在讨论有关那位姓乔的先生的一句话 所引起的整个的风波 我们先看看一篇报道这么说的 BBC 乔晓阳言论严重打击香港自治 香港中联办的官方网站发表了 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 24号与建制派议员的谈话内容 谈话内容7000字阐述了北京 也就是中共上层对有关普选特首的基本立场 管理香港的人不能与中央对抗 不能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乔晓阳说中央一致强调行政长官人选要符合三个标准 这三个基本的条件是爱国爱港中央信任港人拥护 其中爱国爱港中央信任这两个标准讲的直白一点 就是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人担任行政长官 听懂了 国是假 党是真 所以党把国强奸了 没错吧 很多朋友说我爱中国 我爱中国一直说的我爱中国 没错 在你说了你爱中国的时候 你分不清中共与中国之间关系的时候 中共的这头野兽就在强奸着你的过程中 中央信任 中央在线 港人拥护 港人拥护这句话就是驴尾巴拴鸡蛋 瞎扯蛋 因为你港人可以拥护 但是说的直白点不能接受与中央对抗的行政长官 这是BBC的 德国之声的报道直接这么说的 人大官员亮底牌 香港抗命 文章讲 乔晓阳表示 对抗中央者不能当香港特首 在香港中良办全文勘动出来之后 官员强硬表态 再次激怒港人 学者和民主人士随即宣布 占领中环信念书和行动不走 也就是说香港人正式与中共的最高层的香港 这个有关所确定的香港政策直接对抗 因为香港特首的在2017年要实行双普选 香港人一人一票选自己的行政长官 一人一票选自己的立法会的一员 在这个情况下 那作为中共自己已经经受不住香港这么去做 站出来说了这番话 这就是胡锦涛嘴里的正路 所以我曾经提到 在去年一年 这个现在的香港特首 现在的香港特首的所作所为 已经把香港人的民怨激发出像当年23条时的状况一样 也就是说在中央政府 所谓中央政府如果再一次压迫香港人的话 它会迫使着整个香港人站出来 美国之音的报道是这么讲的 北京为香港普选设了前提 泛民主派不满 发誓和平抗争 文章上来这么讲 小小杨的一番说法 是得不到香港社会多数人的认同的 是不适合开展2017年特首选举政改咨询的 所以有泛民主派认为 北京设置条件是在欺骗香港人 而经过政治审查筛选之后的候选人 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民主选举的意义 他们将以和平理念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抗争 占领中环 中环是香港的金融区 如果香港的整个金融市场 房地产市场 主要的办公楼都集中在中环 包括一些大的律师楼 在这个前提之下 如果这些抗争的人占领中环 就会直接影响到香港本身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 影响它日常的操守 所以这就是变成了直接挑战香港本身的地位 本身的金融地位 直接挑战香港的 它最值得骄傲的所谓的价值的那一部分 以这样的方式来抗争中央政府的说法 换句话说 以这样和平抗争的方式 将会使得香港本身受得打击 在香港的苹果日报 几乎是多篇幅 大篇幅的在报道这件事情 网上有篇文章 是苹果日报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真普选联盟向金关下战术 真普选联盟 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新的泛民主派的一个大结盟 那我们知道在去年是前年大概那个时间我忘了 是这个民主党派的一些操守的做法呢 被整个香港人不太接受 他就被人们解读成他在向这个共产党投降 在这个背景之下造成整个泛民主派的大分裂 所以在去年香港特首竞选的过程当中呢 民主派人士呢 就说实际他的得票很不乐观 他本来是可以有机会更往前走的 结果呢 因为那件事情造成泛民主派的分裂之后呢 整个民主派的泛民主派的人士呢 这个力量被撕裂了 被摔落了 那但是在这种外力之下 在中共的这种外力之下 特别是香港特首梁振英的 这几个月的不到一年的表现 已经把香港人对中央政府 对香港特首的那种反感 拉到了这个历史高的记录 所以正是在外力之下 整个的香港的泛民主派再次结盟 成立了真普选联盟 那真普选联盟将以这样的社团的方式 直接对抗中共本身 文章是这么讲的 真普选大联盟是在乔晓阳的一番说法之下 做出了决定 并且向乔晓阳下战书 星期五将拉队伍游行到中联办 要求中央派员在下个月出席政改研讨会 直接向香港人交代 核实举与香港人真普选 并且在四月五月举办多项街头活动 让香港人直接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消息还提到说真普选联盟 昨天三度开会 席间讨论了乔晓阳 连日代表中央所发放的普选底线 决定主动出击 明天午后二十在西区警署游行到中联办 要求乔晓阳回应民意 亲自来港或者派员出席联盟 下月四号举行的政改研讨会 也就是说 作为这个泛民主派的整个的这个联盟呢 做出决议呢 直接向中央喊话 我们注意到直接向中央喊话 向中央喊话 直接向中央喊办的最顶头的官员说话 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作为中央在香港的办事处的官员 也有说法了 郝铁川防外国势力介入 文章讲说 内地事务局的局长叫做刘江华 昨天在立法会 在回应民主党的党员提出的一个要求 到底什么时候进行政改咨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全程龟缩 也就是他根本避而不答 只是不断的重复 政府会严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决定 会就具体提名和选举安排 做出广泛咨询 但任何具体的事情 都不回答议员们提出的任何质疑 这就是非常有趣的 其实在中共本身的这种做法 其实我相信他同样会遭到建制派议员的反对 香港的狭小的特区这种环境 他争取的是利益 因为生活太争持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保住自由的情况下 获得利益 这就是香港生意人的做法 而在香港的建制派的这些议员当中 大多都是生意人 当他们的自由受到冲击的时候 当他们意识到他们自己在获得利益 依靠着中共本身可以获得利益 所以叫建制派议员 但是同时在获得利益的时候 他将直接威胁到他的自由的时候 你看看建制派的议员会怎么办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这条消息无外乎就佐证了前面那些内容 香港人反了 整个这条消息 我们看到香港人反了 咱看后头谁再站出来说什么话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